新北市一名货车驾驶 晚间开车经过三重区环河北路时 疑似恍神闯红灯 撞上六狗过马路的女子 这名女子头部挫伤 上额骨折 那么另外在高雄 则有货车司机转弯时 不小心跟一名骑士发生了碰撞 机车当场卡在车底下 骑士重衰倒地 好在送医之后人没有大碍 大马路上车来人望 看似没什么异状 没想到一辆蓝色小货车 突然从路口出现准备左转 却撞上一面而来的机车 猛烈撞机车当场卡进车底 骑士重衰倒地 车内物品也散落异地 现场凌乱不堪 货车司机见状 吓得赶紧下车查看 事发在上个月30号下午5点多 高雄凤山区一名20岁 谢姓货车司机 开车行进终成路时 不慎撞上73岁的科兴骑士 造成对方身体四肢多处擦错伤 整次后无生命危险 经酒侧双方皆无酒精反应 警方出判一次机车骑士 没有理让干到车先行 而货车司机也没有注意车前状况 不胜量货 另外在新北市也发生惊悚车祸 路口号制让起红灯 所有车辆放慢车速 一辆小货车却看似摇摇晃晃 没想到下一秒碰了一声 直直撞上一名女子 这一状货车车头凹陷 可见撞击力都不小 而女子上市不轻赶紧松衣 事发在1号晚上11点多 新北市三重区环河北路 货车驶驶一次恍神闯红灯 没注意到遛狗的女子 导致意外瞬间发生 晚上可能坐比较晚 注意到她的时候 我就已经踩在这就撞到 遭撞女子头部挫伤 伤二骨折 好在衣食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但开车上路尤其深夜 更得拘禁会神 以每类似意外一再发生 记者高雄新北综合报导